大家好,早上起来看了一下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几个事 我又看了一下中央党校教授叫王海光 他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叫《臭不可闻的中国学术江湖》 我觉得这个文章把最近网上这些事 我觉得都能总结一下现在互联网出现的这事 什么事你们自己应该也知道 我先把这个文章给你说一下吧 你自己脑补一下 他说的是臭不可闻的学术江湖 中国国内是有这么一个群体 学术江湖者虽学问皮毛文末粗通 却绝非等闲之辈 他们大都是聪明过人 不学而有术 有屈炎的敏锐 有富士的机灵 投机的精明 功力的勤勉 善于自吹自雷 惯于鱼目混珠 常于以假乱真 以大量制造学术 垃圾为生存之道 其中最厉害的角色当属于 学官商三期人物 他们行走于三界之中 混迹于学术江湖之内 于官场是学者 于学界他是官员 懂得如何才能有效的整合三界资源 用学名求利路 用权力造学名 循环利用 最大的升职自己 学术江湖经营的是噱头学术 干的是捞取 虚名福利的勾当 目的无非功名利路 花样却是名目繁多 倒也是一门追名逐利的江湖学问 有会议学术 职称学术 项目学术 媒体学术 关系学术 泡沫学术 概念学术种种 学术会议 混迹于学术江湖者 都是开会的专家 串会的能手 无论什么会议 什么题目 有无研究 逢会必到 不请自来 你自己可以抗一抗 找机会 还要自家开会 请来各方人物捧场 开会不必研究问题 出言敢于一笑大方 功夫全在酒桌上 旅游中 目的就是与大家混个熟悉 只要能够经常出没于各种会议之中 一回声两回手 会串多了 自然也就混成了知名人士 成了会议串子 有人头 熟悉方便 熟悉的方便 就可以想方设法 跻身于大小学会之中 借以抬高自己的学界地位 要是能够在全国某会中 天列上某某头衔 那无疑就可以自询为全国知名学者了 职称学术 混迹于学术江湖者 在学问上并无所长 但在搞职称学弦上 特别有功夫 学弦是行走江湖名片 多多益善 即便是胸无点墨 能够在名片上印上一大堆教授 博导某某学会职务之类 这就是足以唬人的专家之流了 不管这些职称学弦背后是权力学 是关系学 还是烂鱼充数的学术赝品 只要把职称学弦搞到手 就是学问做到了 所以一切学问都是围绕着职称 平定 搞关系 潘领导 找评委 拉票数 凑文章 拼成果 踩同事 吹自己 一甲乱针 以列充好 鱼目混住 把学术标准的职称 工作变成了人事关系的大演练 劣币驱出良币 于是就有了一批 讲课不知所云的教授 给学生开不了题的夺导 学无所长的专家 项目学术 混迹于学术江湖者 没有做过像样的学术研究工作 却是争取研究项目的专家 项目是名利双收的紧缺资源 特别是对于某些社会项目 社科项目的选题来说 能立项就等于出了成果 所谓学术研究的公关 说到底 就是争取科研项目的公关 为了争取项目的公关成功 就要调动各路人马 使出浑身卸触 不计成本 拉拢关系 上下活动 在现在的评审机制下一旦拿到了项目 就等于是完成了项目 特别是由领导担当主持人的项目 有力量调动资源 广失银子 组织人马 拼凑抄袭 还能做不出项目吗 搞不出别的来 还搞不出垃圾来吗 媒体学术 混集学术江湖者 不需埋头读书研究问题 但必须善于自我宣传 精通造势 炒作 现在是信息时代 已经不是半瓶子醋晃荡的问题 没有醋也能晃得得起来 用媒体是做炒作名利 一条捷径 抓住一切 在大小媒体上曝光的机会 卖动一番 有一说三 有三说十 能唬得住人 听着热闹 名气就有了 并不必读书 搞研究 写学术文章 也不必理会专业人士的评论 只要大名在各媒体上频频出现 无论说些什么 是真是假 媒体能帮傻帽都会自动的 给戴上某某专家的帽子 而且是媒体有多大 专家就有多大 借助媒体的话语权 研制有据也好 研制无据也罢 要的就是个广告 师出有名的效果 许多假专家 伪学者就是这样练成的 关系学术 混迹于学术江湖者 学业上粗通皮毛 确实关系 精通关系学的行家离手 当前社会中关系远比学问重要 学业不经关系经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发文章靠关系 学弦评定靠关系 评审项目也靠关系 现在尽职称 评定学弦都要看发表刊物的级别 这是时下最无奈的判定文章质量的标准 通过脱门子走路的找熟人 后避坚持到全国性刊物 发表一两篇面子文章 这就有了可以吹嘘的学术资本 职呈民力尽在其中 搞评审 更是要在评审身上做足文章 不惜学本拉票跑票 学问更深 用文雅的词 说就是学术公关 关系就是利益 越是没有学术争获 越是有着相互帮衬的利益 需要时能够寻思观照 虚假鉴定 跑关系久了 大家混熟 能搞成一个资源垄断 利益交换小圈子 那就在学术江湖上立了门户 泡沫学术 混集学术江湖者 学历浅薄 做不来真正的研究工作 头脑中没有学术质量概念 只能在烂鱼充数的数量上 做大文章 其格言就是数量就是质量 不做冷板证 惯于炒冷饭 不屑于一德之鉴的学术积累工作 热衷于大干快上的批量生产 学术泡沫 其制造泡沫数量的急切程度 甚至个体作坊编写速度 已经赶不上了 需要运动市场的操作方式 请人拙刀带笔 大量的进行学术灌水工作 买上几个书号请领导 树大旗 拉名人做虎皮 自封主编 故枪手东拼西凑 粗制滥造 超级嫖戒 很快就浮衍成红篇巨质 尽管是匈无一物 毕竟是著作等身 说起来也是学术成果累累的人物了 概念学术 混集学术江湖者没有学理探微的功力 但有驱学 阿世的本领 学不够 词来凑 没有思想理论的学理基础 研究不了真实问题 那就要概念名词上搞创新了 创造个新名词 新概念 新提法 这是拍脑的事情 自圆其说不必考虑什么学理上通不通 逻辑上顺不顺的问题 但这也需要学问 有层次高下之分 其初级阶段是发明 这一篇讲话中总结出几十个新发展 容易得很 谁又敢说不是 有了新名词 新提法的首发权 就有了注视领导思想的垄断权 就是权威专家了 为了一个名词的首发权 而争得头皮血流的事情 有时有所见 其高级阶段是概念的创造 刻意创制造一些不言自明的 伪问题 假命题 既是思想创新 又是与时俱进 其高明之处 自己没提 自己设题 自己解 不须颁本 不用管逻辑 创造出什么概念 就是什么概念 谁还能比创造者再权威的版本吗 江湖学术如果做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在大台面上出将入将 平堂朝野自是无碍 笔之解释学的前者 这套创造概念的学问 可谓是更上一层楼 以上所述 或缺或有一缺 但已能对学术江湖的面孔 做大概观 学术江湖的特征就是江湖学 古刀一些四十位的名堂 贴上学术的标签包装炒作 欺识道明 学术江湖的泛滥是学界的悲哀 学人的不幸 但既然形成了江湖 就绝非一日之寒指 这里是社会腐败的影响 有急功近利 浮躁 有利益群体的垄断 有行政权力的干预 有学术标准的混乱 有学界道德的缺失 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根本在于学术本位的丧失 在行政权力具有绝对强势地位的情况下 学界的知识权威很难伸张起来 必然会带来 伪学谋士的风气 因其利益导向 使然一些聪明人就不会把力气 下在实实在在的学术功夫上 谋虚名以兜售伪学 串会议以充满权威 借媒体以营造声势 就成了他们谋取 利路的中南捷径 其刘弼任其蔓延 大坏学风 学将不学矣 有见于此学界可不可自警 学人可不可自律 这个文章我觉得我看完以后 很有启发 你看看现在 互联网上也有很多 社会生活里边也有很多 我觉得你听完了 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再看看现在 不想多说什么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复杂的 不想多说什么